土壤硬化区域公布不少豪宅榜上有名 像是信義路上的秦美蒲真就位在高潛市區 夜局北市十大豪宅位在中高潛市區的就有七棟 像是藝人小S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占住的人爱地堡 位处中潛市区 大直的地井水花园 住了广达副董事长梁次正 则是高潛市区 受波及的豪宅买气恐怕转弱 中古屋及新城屋 更可能爆出三月节约退订潮 民众如果买预售屋要退订 节约金的上限是总价的15% 以总价2000万元的预售屋 如果买方已经缴了超过总价15%的工程款及定金 恐怕要赔上300万元 那边属于整个联动来讲的话 你自己独立去做没有意义 而在新北市新庄区 由于几乎落在高潜市区内 不少民众打电话询问相关细节 双北市民新驚驚 高异化区可能报退定潮 目前北市预售屋加上新城屋 销售总额超过1000亿元 约有800户 新北市更超过1000户 未来还可能面临房贷利率提高 以及贷款陈数降低 相关配套措施还没出炉 但引发的争议已经先浮出台面 解陈正茂 张耀红 台报道 最后5个人的经济 傾客 全部导致 写